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9月11日星期一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市政府11号上午召开市政会议 提出107年度地方总预算案 强调落实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福利 两下编列金额较今年增加最多 致力打造宜居城市 另外针对中央重视的社会住宅、长照、老旧校舍改建等政策 以及台中即将举办的2018世界花博 2019东亚清澳等国际盛会 均有编列对应经费 市长林佳龙表示 将会持续努力推动市政 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 台中市政府11号上午召开市政会议 提出107年度地方总预算案 总计岁出为1300多亿元 其中又以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福利增幅最大 显示市府对教育、文化和社福的重视 107年度编的1301亿 然后和106年度的1267亿比 我们是增加了34亿多 这个部分是增加了蛮多的 那附属单位预算编列622亿 和106年度的581亿比较来讲 也增加了40亿 那增加幅度也很大 那以总预算和副主张会预算的预算规模来讲的话 我们107年度达到了1924亿 这也是台中市政府成立以来最高额 在各项预算方面 在教育、科学、文化支出编列上 占了总预算约四成 市长表示 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 相信成果会逐渐显现 另外捷运是大都市必备的大众运输 现在是建设的高峰期 近几年预算支出增加 和捷运绿线的新建息息相关 其实预算总的总量增加 代表这个城市 它的经济是成长 包括中央的比数越多的话 这也会成长 所以这个预算也是一个国内的展现 预算也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指标 市长认为台中市正在转大人的阶段 很多基础建设可以创造未来的税收 交通建设所带来的投资效益周边开发 乃至于人民经济生活的提升 都应该从长远来看 希望持续善用预算 打造人本、活力、永续的一居城市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